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鲜蛋不赦 世界上有许多的绝美风景,尽管它们很危险 但回报你的会是旅途中美不胜收的风景 比如今天要给各位小伴介绍的绝景 想要一睹芳荣可是要攀登两个多小时的 Pricorstolen位于挪威罗加兰郡境内 这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悬崖的顶端 是约625平方米的平面 距离地面609米之高 平台绝壁像是被刀切出来似的 据说是由一万年前的霜洞融化而成 形状类似教堂牧师的讲台 现已开闭成挪威国家公园 不管是为刺激而来还是为悔过而作 站在上面你能尽情品味着 绿色霞翁的雄旗与壮美 然而在地球另一端的悬崖 却因它的美丽送葬了无数人的生命 Glyphs of Moher作为欧洲最高的悬崖 面向浩瀚的大西洋已齐显而出名 在这里你能欣赏到爱尔兰独特的小岛景观 有超过三万只海鸟在那里繁殖后代 同时悬崖上还生长着许多珍稀植物品种 然而就是因为它美丽而又危险 每年都有人因为靠近边缘 被海风刮入无尽的大海中 所以Glyphs of Moher虽然看起来很稳固 但你必须小心谨慎 在上面行走和走钢丝可没什么区别 所以不管风景再怎么美丽 各位小伙伴还是小心为好 可千万不要跑去作死 毕竟风景再怎么震撼 也没什么比活着更为重要啊 好吧 希望地球人部端都这样 让我们继续吐槽 世界如此不造 新闻也需要请聊 还不点个钟 女生在等什么呢